中东和平进程在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展现了对以色列的强力支持以来就面临了极大的变数 而川普的一连串错法引发巴勒斯坦人强烈的反弹 更是让中东和平进程濒临了全面的倒退 不过川普在26号他在联合国大会当中和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虎会晤的时候 表示他支持以巴两国方案 而川普的这项说法会对以巴和平进程带来曙光吗 目前看来前景似乎仍不乐观 川普他2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表达了他对中东和平两国方案的支持 不过在川普表达愿意要在未来几个月就两国方案提出新的计划之后 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明确的拒绝让美国担任中东和平的调停人 阿巴斯还痛批川普政府是个有偏见的政府 背弃了美国对巴勒斯坦过去的承诺 包括最近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府代表团 以及切断对巴勒斯坦的援助等等 而在阿巴斯与联合国发表演说之前 许多巴勒斯坦人手持上面有阿巴斯肖像的海报上街呼喊口号 同时聚集在广场上对阿巴斯的演说表达支持 不过尽管中东和平前景目前看来仍然艰难 阿巴斯也没有把话说死 他表示巴勒斯坦不会反对谈判 也会继续的伸出和平之手 杨广编译还静静报道